如果真的時間久了 就是他不小心在這邊跌倒 去撐他掉下來 就更危險 對 這是黃老先生最常使用的空間 也是最危險的地方 回來了之後 我只拔了幾次 拔到這頂前空 你算水水水 水水水 你泡沖水都會噁 那我們觀察到他的預測 其實空間很狹小 那跟他了解之後 他其實浴缸也都 多年都沒有在使用 那我們在想這個浴缸 其實也造成他在 使用預測上面很大的阻礙 打掉浴缸 騰出行動空間 再加上扶手 老人家如廁時 就不用再步步為營 我很好洗的 我現在坐在土壤 洗一洗 我現在要站起來我就有錢去 我跟他搭這樣我就有錢去 他就沒辦法了 我會很贏的 板橋里長熱心提報 刺激志工立即來處理 除了獨居的黃老先生 這一戶老夫妻 同樣讓人擔憂 馬桶旁僅有掛在 置物架上的鐵桿做支撐 沿著牆邊到門口 裝上三隻把手 這是阿公阿嬤最安全的洞線 也會是家人們最安心的力量 帶來新聞真正美志工 葉守仁羅秀敬 陳坤富台北報導